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公司来了个新老板 据说人帅多金又年轻 但脾气不好 所以大家都好奇 但是又都不敢当这个出头鸟来送文件 于是把我推出来了 理由是我长得好 业务能力也强 老板再凶 多少也会给我一点面子的 我信了他们的邪 此时此刻我非常后悔 并已经干大的用脚 扣出了280平米的大平层了 你说巧不巧 这位新老板 我竟然昨天就见过了 闺蜜背着家里偷偷交了男朋友 不敢说 求我帮他去见父母介绍的相亲对象 并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把这个相亲搞砸 最好是吓了这个男人落荒而逃 其实昨天看见相亲对象后 我就有点退缩了 毕竟实在是长得太帅了 在帅哥面前出丑做死 还是有点放不开的 奈何闺蜜用最新款的包包诱惑我 于是我又觉得 面子嘛 不要也罢 更何况以后也不会再见面 来 数一下我昨天都干过什么是吧 吃饭的时候 故意用沾了油的手 在雪白的衣服上抹了一把 边吃边故意抱怨餐厅的服务不好 配不上我高贵的气质 还故意脱了鞋 用手抠脚 表现得对他有钱的样子非常满意 用逼婚的语气 问他什么时候能领证结婚 就 反正怎么做死怎么来 我已经不敢细想了 昨天做的死 全变成了我今天流的泪 新老板叫陆琴 他目光落在了我的公牌上 嘴角有几分不怀好意的笑 所以你到底是叫苏蜜 还是叫林霜 林霜是我闺蜜的名字 昨天我就是以林霜的身份见她的 我现在都能读到陆琴的内心 她肯定是在想 好家伙 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有两幅面孔呢 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张口就回了句 是这样的 昨天掐指一算 觉得苏蜜这个名字忘我 于是连夜改了名 打死不能出卖闺蜜 我听到了陆琴一声清潮的笑 稳住 千万稳住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她 请问陆总这边 还有什么事吗 如果没有我就先出去了 职场人别的不行 但职业微笑 肯定是练就的炉火纯青的 等等 陆琴叫住了我 晚上有个饭局 你跟我去 公司未来要合作的李董 也是A大毕业的 既然你是林双 那这位李董算是你的校友 你们或许有话可聊 我感觉到了 这是一个坑 因为我不是A大毕业的 我的好闺女林双才是 我其实是H大毕业的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当你说了一个谎言后 你还需要用无数个谎言 来圆着一个谎 别问 问就是后悔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还不是得硬着头皮上 在我离开办公室之前 陆琴又叫住了我 眼神复杂地从上到下 打量了我一遍 叮嘱了一句 换一身衣服 黑色的 我的衣服有什么问题吗 白衬衫加西装裙 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 可能我昨天拿沾满油的手 在白衣服上抹这件事 给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吧 我 苏密 外交小公主这个称号 不是白来的 一个A大毕业的李董 能难倒我吗 我虽不是A大毕业的 但胜死A大毕业的 我教过的唯一一个 男朋友贺存就是A大的 所以我那时候天天往A大跑 在A大待的时间 比在H大的时间还要多 不过分手后 在A大的那段记忆 是我最不想去提及的 却没有想到 现在这段记忆 能在工作上 对我有所注意 从A大的一花一草 到A大新修的图书馆 在我和李董对A大的怀旧中 合作的项目 也基本敲定了 我也不知道饭局之后 陆秦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反正非要送我回家 上车后 当我下意识地 抱出自己的家庭住之后 我想明白了 这踏马又是一个坑 我和闺蜜 一个住在南边 一个住在北边 也是掐指一算 觉得这个位置忘你 所以昨天临时搬了家 我还没开口说什么 陆秦就预判了我的预判 我 陆总不愧是陆总 难怪这么年轻 就有如此成就 真是又聪明又机智 还有远见 相信公司 在陆总的带领下 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我尬吹了一波 是吗 然而我这么优秀 陆秦面带笑意地看着我 难怪昨天苏小姐 对我表达了强烈的满意 我除了干笑 也不知道能说什么了 我那是对陆秦 表达了强烈的满意吗 我那明明是对她的钱 表达了强烈的满意 女人明晃晃地表现出 拜金这一点 能瞬间让所有男人下头 我那是策略 策略懂不懂 既然我和苏小姐 彼此满意 倒确实是能谈下一步了 陆秦左胳膊轻轻搭在了方向盘上 手指有一下没下地点的方向盘 表情认真 像是真的在琢磨什么事情 倒不是不能直接领证结婚 只是我觉得 结婚前恋爱的步骤不能省 苏小姐觉得呢 陆秦后面说什么 我没太听清楚 我还处在她前一句话 带给我的震撼中 我们彼此满意 陆秦竟然说对我满意 我昨天那样 你对我满意 我觉得我现在的表情像是吃了一个今天大瓜 嘴已经合不拢了 陆秦点头 分不清她是在调侃 还是发自真心 她说 苏小姐难得真实 我笑了 不对 是哭笑不得 我给陆秦竖了个大拇指 陆总的口味还真实 独树一致 但 微笑脸 JPG 你猜我信不信 这个狗男人 他真的是坏得很 我给了陆秦一个大白眼 让他开车门放我下车 我要自己打车回去 他分明是在耍我 最后 陆秦当然没让我下车 把我送到家楼下后 还说了句 我这个名字确实不错 忘你 下次别再改名了 我 我帮闺蜜去跟他相亲这件事 以他的智商 不可能还猜不到 他这分明就是故意的 小本门记下来 这个老板不仅脾气不好 还记仇 并且有仇必报 下车后 陆秦从后备箱 提了一个鞋盒递给了我 昨天 看你难受到抠脚 可能是鞋不合适 我 我深呼吸 并微笑 不是 陆总误会了 是因为我脚太香了 说完 我抬起了我那高贵的头 傲然转身离开了 我可娶你的吧 毕竟得罪了老板 我已经做好了 会被穿小鞋的心理准备了 可是陆秦似乎并没有太过于为难我 反而是处处照顾 让全公司的人都觉得 他好像是对我青睐有加 事出反常 必有妖 我觉得陆秦心里憋着一肚子的坏水 就等着某一天实际成熟之后 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于是我每天小心翼翼地防范着 就怕一不小心着了他的道了 这不 今天我刚进办公室 就感觉到了 气氛不太对 问了同事才知道 是有一个方案的数据弄错了 陆总发了好大的火 现在有一个文件 需要陆总过目 谁都不敢去找他 他们怂恿我去 理由是 陆总平时对我说话的时候 看上去脾气挺好 我 我有苦难言啊 他那是对我脾气好吗 他那是在给我挖坑 我现在不就掉这个坑里了吗 我怀着打工人悲壮的心情 进了陆秦的办公室 他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边 神色严峻地打电话 窗外的阳光正好 照在他身上 就像是给他镀了一层金边 他的西装外套脱了 只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 袖口随意卷起 露出了金蛋有力的胳膊 隔着衬衫隐隐约约露出的肌肉线条 就可以看出来 身材很不错 我也不敢太放肆看 只瞄了两眼 但不得不承认 这个男人 是真的长得帅啊 把文件放下后 我就准备走 陆秦这时刚好打完电话 叫住了我 正好 下午跟我出差 我 我指着自己 有点怀疑刚刚听到的 S市的那个项目是你负责的 你不去谁去 入秦语气 非常的公事公办 OK 出差嘛 谁还没出过差呢 到S市的时候 正好是饭点 合作方非常热情地准备了晚餐 在机场接了我们后 就直接去吃饭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 吃饭不是重点 谈事情才是重点 于是 谈着谈着 时间就飞逝了 我和陆秦到酒店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 好在陆秦助理 CC提前就订好了酒店房间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只有一间房间 虽然是个双床的 这个酒店生意很好 所有房间现在都已经被预定了 然后 我就尴尬了 陆总 我们两个人出差 为什么只有一间房 我脸上微笑的表情略显僵硬 如果陆秦不迟钝 应该可以感觉到 我此时此刻压抑着的咬牙切齿 陆秦表情很无辜 房间又不是我订的 我怎么知道 不然你自己想办法 陆秦表现得很大方 反正公司报销 我 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 现在这个点 我去哪里订酒店 更何况 这附近只有这一家酒店 明天早上还约了客户谈事情 我从陆秦手里把房卡抢了过来 你是优先 陆总下来申事 这么晚了 总不能让我一个女孩子 去找地方住吧 那就只能委屈 陆总自己解决一下了 是老板先不做人的 我也没必要当个好员工 白白了 您累 我推着行李箱 就往电梯口跑 生怕房卡再被抢了过去 我和老板陆秦的行政助理 CC私下关系还不错 进了电梯后 我给他发信息哭诉 怎么可以只订了一个房间 疯了吗 CC给我发来了一场穿问号 紧接着就回我 什么 陆总没说是跟你出差啊 他早上说的是跟梁总监出差 还说两个男的柱双人间划算 我看着CC的信息 满脑子问号 感叹号信号省略号 靠 这个狗男人 他又坑我 我正准备关房门 一只有力的大手 把房门抵住了 我力气不如陆秦 房门关不上 他进来了 我不介意跟你一间房 陆秦显得很大度 我尽量忍住了我的白眼 冲他敷衍的假笑了一声 抱歉 陆总 我介意 陆总 我把行李放到一边 打算跟陆秦好好理论理论 不会吧 处心积虑要跟我一间房 不会是喜欢我吧 怎么 陆秦往我面前迈了两步 身子朝我青睐 用他的身高压制着我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笼罩在了他的阴影下 我表现得还不够明显 你还需要用疑问句来问我 捉弄人倒是挺明显的 我无语 分明就是记仇 鬼才姓陆秦是真的看上我了 心理素质得有多强 才能在我露出的那么多丑态里发现我的真善美 既然觉得我对你没意思 那你怕什么 陆秦双目带着饶有趣味的探究打量着我 还是说 你其实是在怕你自己把持不住 哈 真好笑 我会是这么色令之婚的人 我这人还就受不得激将法 今天必须睡一个房 得让陆秦好好清醒清醒 他到底多没魅力 人都是自己作死的 这句话是个真理 我发现了 陆秦这个狗男人 他在故意诱惑我 喝水就喝水 有必要故意跑到我面前 展示他流畅完美的下河线吗 洗澡就洗澡 有必要穿浴袍吗 穿浴袍就穿浴袍 非要这么隐隐约约 录一点胸肌吗 还有 大半夜的好好睡觉不行吗 非要开电脑工作 你工作就工作吧 工作的样子 有必要这么认真性感吗 我 一个血气方刚的女孩子 受得了这样的画面吗 我也不想心动的 是她非要勾引我 受不了 要上头了 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给闺蜜鳞霜发了信息 希望她可以劝我介入吃素 没想到 听我吐槽一番后 闺蜜比我还不淡定 一条一条语音发过来了 我是带着蓝牙耳机的 但我忘了 我并没有把我手机的蓝牙打开 蓝牙耳机没有连接上 于是乎 我点开一条语音后 它外放了 这也就算了 我手机的音量还开到了最大 正是夜晚最安静的时候 我感觉凌霜的声音出来的瞬间 像集了清晨学校操场上 那叫醒的扩音广播 格外大声 卧槽 姐妹 这种情况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都分手这么多年了 等的不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吗 上啊 苏米 今天你不把这男人睡了 别说你 一条语音播完 自动播放下一条 我惊慌失措地点掉了语音 吓得手机都掉了 气氛瞬间变得尴尬且微妙起来 我现在慌得一批 心已经快要跳到嗓子眼了 低着头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根本不敢去看陆琴 我觉得陆琴现在脸上肯定是一脸嘲讽 脑门上就写着一句话 女人嘴上说不要 身体倒是很诚实 对不起 是我打脸了 我承认 可我只是犯了每个女人都会犯的错误 这不能怪我 空气寂静了十几秒后 我听到了陆琴的一声轻笑 我并没有从中听到嘲讽的意思 但我断定肯定有一丝幸灾乐祸 我听见她合上了电脑 然后她轻飘飘的声音传到了我这里 她问我 所以考虑好了吗 睡吗 我 我微笑着 礼貌且优雅地回复了一句 哈 我睡了 你随意 说完 我一头埋进了被子里 躺平当一个死人 求求了 明天陆琴醒来的时候 失忆吧 太丢人了 我蒙在被子里 又听见了陆琴的笑声 这个狗男人 他这次绝对是在嘲笑我 好气哦 我是被面包的香气弄醒的 挣扎着坐起来 就看见了房间书桌上摆着的精致早点 还有已经穿戴整齐的陆琴 他看了我一眼 说了句 口水擦一下吧 我下意识地抬手抹了下嘴边 因为我睡觉 貌似偶尔真的会流口水 但是我手摸过去的时候 嘴边是干燥的 哪里来的口水 我知道自己又被耍了 凶狠狠地瞪了陆琴一眼 陆琴又笑了 我恼怒 笑屁呀 有什么好笑的 他一脸淡定回道 没什么 就是看到你睡觉的样子后 觉得相亲的时候你对我确实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 我 我听明白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讽刺我睡容丑 真棒 今天又是老板不做人的一天 点了你最喜欢吃的鸡胸肉三明治 还有橙汁 快点吃 今天的工作任务很重 说完陆琴起身 吃早餐加梳洗化妆 给你四十分钟时间 没问题吧 四十分钟后 我在楼下等你 见陆琴要出去 我好奇问了句 你要出去 去哪 楼下健身房 陆琴道 我没忍住 调侃了一句 今天还去健身房 陆总这么拼 是啊 并希望以后苏小姐赏脸睡我的时候 能睡得开心 陆琴笑着留下了一句后 便开门出去了 我愣在了原地 感觉自己耳朵不干净了 谁他妈要睡你了 要不要脸 在这里遇见贺存 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合作方嘴里说的 从国外回来的新CEO会是贺存 我以为都分手五年了 我不会再有什么感觉了 可看见贺存的时候 我的大脑还是瘟然了一下 好像脑子里突然有口大钟 把我撞懵了 之前整理好的奖方案的思路都乱了 还好有陆琴 她的几句不经意的提醒 把我从慌乱中救了回来 会议结束后 让我更震惊的事情来了 陆琴和贺存 竟然是大学同学 还是同一个寝室的室友 我彻底惊呆了 大学和贺存谈恋爱的时候 我可没少往贺存的宿舍跑 贺存的室友我应该是都认识的 可我好像对陆琴一点印象都没有 后来才知道 陆琴那时候就在自己创业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宿舍 就是这样抢 我和陆琴一次面都没有见过 会议结束后 贺存叫住了陆琴叙旧 我趁机逃开了 我到底是个什么大员种 我的老板竟然是我前男友的大学室友 这么离谱的剧情竟然都让我碰到了 从洗手间出来 边洗手我就在心里边盘算 回去以后我就要把这个项目交给别人来跟 我绝对不要再跟这个项目了 就在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听见了贺存的声音 他喊我 妮妮 我努力让自己保持体面 露出我恋旧已久的职业微笑 客气又礼貌地回了一句 贺总好 妮妮 都这么久过去了 你还是不肯听我解释吗 贺存道 你还在生我气 贺总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保持微笑 不好意思 贺总 我先走了 妮妮 我知道 你心里还有我 你还喜欢我的 是不是 贺存突然上前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奋力正开 有些怒了 贺存 你有病吧 我们都分手五年了 谁还喜欢你了 如果你不是心里还有我 那为什么这五年你都还一直单身 不肯谈恋爱 贺存问我 难道不是在等我回来 我笑了 是被气笑的 不是气贺存 是气我自己 我当时到底是哪只眼睛瞎了 才会喜欢贺存这样的狗东西 在外面等着我的陆琴说 我像是踩着风火轮出去的 拧着包的手就像是拧着一把剑 脸上的表情像是要去大杀四方的 他觉得我需要想降火 然后把我带去了酒吧 虽然他这个逻辑我不是很理解 但我现在确实很想要大喝一杯 也不知道是不是酒上头了 我竟然跟陆琴交上心了 可能是陆琴大发慈悲了吧 也可能是知道了我是他大学室友的前女友 我感觉今天的陆琴对我格外宽容 他竟然真的听我碎碎叨叨说了一个小时 从我是如何对贺存一见钟情的 说到我是怎么追贺存 追到全校皆知的 再到谈恋爱的时候 我是如何卑微讨好贺存 再到最后是怎么被贺存伤害的 作为A大的风云人物 贺存真的很有名 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 是在A大的孝庆上 我感觉他浑身都在发着光 然后就对他不可自拔了 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哪里来的勇气 一个普通H大的学生 长得也不是经验绝伦 只是普普通通 更没有什么能拿得出 手经验四方的一技之长 放在人堆里一眼望去 都找不到的那种平反 既然敢高调地追求 在所有人眼里 我都配不上的A大孝草贺存 关键是我还追上了 和贺存在一起后 所有人都不相信 渐渐地我也开始怀疑自己了 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配不上贺存 我那时候傻乎乎地想 只要我百倍地对贺存好 贺存就能一直和我在一起 所以当贺存说 苏蜜 你这么笨 也就只有我会喜欢你了 是啊 他们都不喜欢你 但是没有关系 有我喜欢你啊 他们都觉得我们不般配 所以苏蜜 你可得对我好一点 不然我可就不喜欢你了 苏蜜 这件事情虽然我有错 但是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你怎么小心眼爱计较 以后我们还怎么在一起 苏蜜 因为你是我女朋友 所以我才会对你说话 语气重一点 苏蜜 我和他真的不是别人说的那样 如果你不相信 我也没有办法 苏蜜 我是A大的 你是H大的 我们之间肯定是有差距的 别人会说闲话也正常 苏蜜 你可说我女朋友啊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都不会做嘛 的时候 我真的很卑微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 我很害怕 因为我的差劲而失去贺存 所以我不停地努力 想要追赶那么优秀的他 我以为我的努力 能被贺存看见 我以为这样 我就能和贺存一直在一起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原来贺存当时 会和我在一起 竟是因为赌气 因为他喜欢的人没有答应他 所以他一气之下 跟我在一起了 贺存喜欢的那个人我知道 A大的笑花 叫罗莎 她漂亮 优秀 明艳 确实不管从什么方面 都和贺存很般配 知道这件事后 我很难过 我去找贺存 我想让她告诉我 喜欢罗莎是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她和我在一起 她是只喜欢我的 那天我没有见到贺存 但也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我那么小心翼翼 卑微又热烈地爱着她 却只得到了 她和好兄弟说的一句 倒也不是说有多喜欢她 她和罗莎怎么比 不过 苏密听话懂事 估计她也知道 要是跟我分手了 她那样的 肯定找不到比我更好的 还不得好好哄着我 不敢闹 陆琴把我的酒拿走了 别喝了 你喝醉了 我没有罪 我对陆琴笑 我可清醒了 没有比现在更清醒的 我知道我很普通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我看了陆琴 问她 可是普通的女孩子 就不值得被爱吗 普通的女孩子 就不值得更好的吗 为什么要让我觉得 普通好像是一种罪过 就活该要被人嘲笑 要被人瞧不起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陆琴 看我的眼神格外温柔 温柔的能掐出春水来 她轻轻摸了下我的头 傻子 然后 我好像听见了陆琴跟我说 你哪里普通了 你一点都不普通 你善良 勇敢 热爱生活 积极向上 还有一股永远不服输的倔强 你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一点都不普通 陆琴的声音很温柔 像催眠曲一样 我感觉我的眼皮沉沉的 亏一瞬间就上头了 第二天醒来 在我意识到 我是被陆琴抱回来的之后 我再一次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当着老板的面 喝酒喝醉了也就算了 还醉到完全不记得 自己说过什么 干过什么了 我昨天应该没有做什么 不合适的事情吧 我硬着头皮找陆琴 确认了一下 我应该没说什么吧 陆琴挑唇 看着我笑 你说的不合适的事情 是你对我表白的事情 还是你抱着我 死活不肯撒手 非要当场嫁给我的事情 我震惊脸 一头问号 不要胡说八道 这绝对不可能 我很快冷静下来 断然否定 我就算是喝醉了 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吧 陆琴笑 既然你都觉得这不可能了 那还有什么是不合适的事情 我突然觉得 陆琴说的这话很有道理 在知道没发生这么离谱的事情后 我感觉最久的时候 不管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 我好像都能接受了 就在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陆琴突然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对我说 你是跟我相互亲的女人 我希望你还是要有一点觉悟的 这突如其来的沙雕话 让我很不理解 我问他 你说的觉悟是什么觉悟 陆琴回我 做人不要贪心 一辈子相一次亲就够了 还是趁早定下来吧 他说 听到陆琴这话 我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 出差回去后 我得带陆琴去一趟医院 有病还是得趁早治 回去后 还没有等我去找陆琴提出 把这个项目交给别人做 就被陆琴告知 这个项目不做了 让我去跟别的项目 我有点意外 毕竟这个项目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 陆琴也是很看重的 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飘了 我竟然在想 陆琴推掉这个项目 会不会是因为知道了 我和贺存的关系 怕我尴尬 但是转念一想 又觉得是我想多了 陆琴和贺存 可是大学的室友 关系肯定不错 更何况 公司那么多人 完全可以让其他人 来跟这个项目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推掉这个项目 肯定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也问过陆琴 陆琴的回答 果然也是这样 说是项目本身 出了点问题 虽然项目是没有做了 但是贺存 并没有就此消失 他来公司赌过我好几次 每次都让我异常难堪 还好每次陆琴 都能及时赶到 才没有让贺存 继续纠缠 我觉得几次的英雄就美 陆琴就像是 会发光的天使一样 就我于水火危难之中 感动的让我在为陆琴 打工的时候 连怨言都没有了 陆琴怕我再被贺存纠缠 所以主动提出 送我上下班 我为拥有这样 体贴员工的老板 感到自豪 但是陆总在追我这个谣言 不知道怎么就这么 传出去了 我其实是想解释的 但是陆琴安慰我 亲者自亲 我觉得有道理 毕竟谣言止于智者 而且我其实是很淡定的 这么离谱的事情 我觉得公司应该是 不会有人相信的 直到有同事来警告我 说他们逛街的时候 看见陆琴和一个漂亮女人 很亲密 让我注意一点 并且还给我看了照片 照片里 陆琴和这个漂亮女人 在逛街 看上去很般配 我大为震惊 并表示不理解 陆琴和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特意告诉我 轮得到我注意一点 人可能多少有点犯贱吧 我不知道还好 我知道了以后 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在发呆 直到我电脑突然黑屏 我才回过神来 然后就看见了陆琴 拍了一下我的脑门 让你来加班的 不是让你来发呆的 那你还关我电脑 我没好气地毁了句 他拿起了我的包地给我 走吧 带你出去放松放松 今天周六 加班的人除了陆琴 就只有我 因为我和陆琴 要赶一个方案 不去 没弄完 说完我就打算 继续开电脑 手还没碰到主机开关 就被陆琴一把牵住了 他拉起我就往外走 老板都不急 你急什么 陆琴牵着我 走到了电梯口 整个过程 我的大脑是空白的 我承认 我有点没出息 但是我已经很多年 没有跟男人牵过手了 我紧张是可以被原谅的 但紧张归紧张 表面上我淡定的一批 我傲娇地甩开了陆琴的手 陆总 没有得到女孩子的允许 就牵女孩子的手 是在耍流氓 陆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反论了一句 那请问没有得到男孩子的允许 就记忆他的肉体 算耍流氓吗 我 这他妈 这个梗过不去了 是不是 我信佛 吃素的 我微微一笑 陆总在说什么 我听不太懂 怎么 敢说不敢做 陆琴看着我的眼底 便不笑意 我又被击到了 但我很快冷静下来了 我 苏密 内心耸归耸 嘴上是肯定不能认输的 我非常淡定地伸手戳了下陆琴的胸口 吓人诛心地说句 陆总还是 再练练吧 陆琴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表情很明显地猛逼了一瞬 然后被我气笑了 nice 这一局 我觉得我赢了 心情瞬间晴朗起来 苏密 你真是 陆琴气到说出什么话来了 凑到了我耳边 小声说句 这次不跟你计较 我让你 但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你后悔 我 你在说什么屁话 我听不懂 我被陆琴带到了电影院 他所谓的放松 就是看电影 还是不恐怖片 我对这部恐怖片还挺感兴趣的 原本就是打算来看的 还发过朋友圈 可惜我朋友们都害怕 没人愿意陪我来 我没想到 最后我竟然是跟陆琴来看的 我更没有想到 陆琴他竟然怕看恐怖片 电影刚开始五分钟 我的胳膊就被陆琴抱住了 之后的一个半小时 陆琴就没有睁开过眼睛 我不明白 陆琴为什么非要看 看这个电影 明明自己害怕得要命 我更不明白的是 我看的电影 都能被陆琴碰瓷 他非说他看了这个电影后 晚上会做噩梦 因为是我跟他一起看的 所以我得对他负责任 我 你想让我怎么负责 我好奇问了句 看了电影而已 讹上我了 陪我睡觉 陆琴提要求提的很理所当然 我 我有一句MMP不知当讲不当讲 这说的是人话吗 当然 陆琴说的这个陪他睡觉 并不是我想的那个陪他睡觉 呸 不是 我也没有往别的方面想 毕竟陆琴也是帮过我的人 我也不能太狼心狗肺了 虽然这个要求听得很过分 但我最后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我去了陆琴家才知道 陆琴是真的有钱啊 住着豪华大别墅 客厅里一排收藏柜里 全是古董 放在电视剧里 就是妥妥的霸总人设 除了嘴读一点 贫一点 陆琴拿了一本 如何成为更聪明的人给我 让我坐在他床边念给他听 你平时的睡前读我还挺特别 我看着这个书名 心情复杂 老板们觉悟还挺高 都已经这么聪明了 还想更聪明一点 陆琴却看着我 说你误会了 我是觉得你需要多读读 我果然陆琴不坐人起来 真的非常不是人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这是我老板 给我发工资的人 我得忍 我微笑着翻开了第一页 开始念起了内容 念了几页后 发现陆琴的眼睛睁得贼大 圆溜溜地看着我 哪里像是要睡觉的样子 你不是要睡觉吗 我放下书 看着陆琴 问你这么眼睛怎么睡觉 赶紧睡 睡完了我好走人啊 陆琴嘴角微挑着 带着淡淡的笑意 目光柔和地望着我 过了好一会儿后 他才缓缓开口 对我说了句 苏蜜 你很好看 陆琴看着我 连声音都温柔了 他说 不要妄自菲薄 也不必胆怯自卑 你非常好 觉得你不好的人 是他们配不上你 不必在意 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我愣住了 一时间不止做和反应 从来没有人像陆琴这样 跟我说这些话 没有人用这么温柔 又斩钉截铁的语气告诉我 我很好 是他们配不上我 大概是觉得 你刚刚念书 很很好听吧 陆琴说完 看着我笑 陆总 你气人真的很有一套 我很无语 美好气得白了陆琴一眼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嘴真的很毒 我把书放陆琴床边 你爱睡不睡 我才不念了 我走了 陆琴拉住我 皱眉 表情苦恼 一会儿真要做噩梦了 不知道陆琴到底是什么嘴衰体质 他刚说完 就停电了 整栋别墅陷入了一片漆黑种 陆琴像是终于找到了机会一样 一把抱住了我 并瑟瑟发抖装可怜 就差说出啪啪两个字了 这一刻 陆琴在我这里的霸总形象彻底崩了 你觉不觉得我们的角色反了 我问陆琴 那你怕吗 陆琴问我 说完张开了双臂 那你怕的话 你抱我也行 我起身 对他说 可能是跳闸了 我去看看 我是真的不相信陆琴会怕鬼 但是他死活抱着我不肯撒手 非说要去看就要两个人一起去 他害怕 所以要抱着我往前走 我是真的脾气好 陷了他的鞋 就在我和陆琴刚走的客厅 还没有找到电闸在哪里的时候 别墅的灯突然亮了 大门突然开了 一个漂亮女人走了进来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这么尴尬地对望着 这个漂亮女人我见过 就是照片里和陆琴逛街的小姐姐 这么看来 可能也许还真是陆琴的女朋友 我有点生气 心里酸酸的 瑟瑟的 还堵着 非常难受 明明已经有女朋友了 为什么还这么招惹我 我压着怒气推开了陆琴 走远了两步 和陆琴保持了一些距离 我解释道 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我们陆琴皱眉 有些好事被打扰的郁闷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 漂亮小姐姐看了陆琴一眼 只使了一句 我渴了 去给我倒杯水来 陆琴无奈 虽然不太情愿 但还是转身去了厨房的茶水间 等陆琴走后 漂亮小姐姐这才打亮了我一番 笑着问我 你就是陆琴喜欢的七年那苏蜜 我愣住了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陆琴喜欢了七年的那个苏蜜 是什么意思 喜欢了七年是什么意思 我连忙问 漂亮小姐姐叫陆琳 是陆琴的姐姐 如果不是这次被陆琳撞见了 我不知道陆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告诉我 原来我们七年前就见过了 那时候我和贺存在一起已经半年了 他在准备辩论赛 说太忙了 没时间吃饭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寿司去找贺存 想着给他一个惊喜 他吃了一口寿司 就说很难吃 让我拿走 不要打扰他专心备赛 还让我以后不要拿这种看上去就很寒酸的便当去找他 会显得他很没有面子 我是带着满腔期待去的 最后抱着寿司便当盒 坐在楼道里哭 陆琴刚好经过 看见我哭就给我递了张纸 没想到我哭得更伤心了 他有些不忍 就坐在旁边安慰了一下我 知道我哭的原因后 他就把那盒寿司吃完了 还夸我做的好吃 只是那时候我光顾着哭了 根本没注意陆琴的长相 只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这样的人对他的女朋友肯定也很温柔吧 后来在我不知道的时间地点 陆琴也有关注过我 七年后我才知道 那时候我亲手织好送给贺存的手套 被贺存扔了 是陆琴捡回来收好的 我买给贺存的情侣T恤他没有穿过 被顺手拿去擦了桌子 是陆琴洗干净收好的 和贺存约好了出去玩 贺存爽约了 我大晚上一个人在马路边傻傻等着 是陆琴帮忙叫了车送回去的 我从来不知道有陆琴的存在 但他却是我经历的那段糟糕感情里 唯一温暖的存在 原来我那么早就认识陆琴了 可我现在才知道 收着那些东西的盒子 就放在陆琴的房间里 他拿出来给我 藏了这么久了 还是被你发现了 可是 为什么呢 我看着陆琴 问 我不明白 不明白为什么陆琴会喜欢那么平凡又普通的我 陆琴摸摸我的头 笑道 傻子 这哪有什么为什么 而且 我说了 你很好 是你自己一直以来低估了自己的好 陆琴故作不悦 板起了脸 严肃地对我说 还有 苏密同志 你刚刚是在质疑我的眼光吗 陆琴 你怎么没有早一点来啊 我抱住了陆琴 被他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我以为我不会再为一个人动心了 甚至我以为我早就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可我这一次 是真的为陆琴狠狠地动心啊 陆琴也紧紧地抱住了我 在我耳边温柔地对我说 对不起 秘密 是我来晚了 让你受苦了 和陆琴在一起后 我就带陆琴去见了闺蜜林霜 他见证过我和贺存那段糟糕的感情 也知道这五年 我一直不愿意再恋爱的心结 我知道他是很担心我的 所以我现在很想告诉他 我彻底走出来了 我找到真正爱我 是我为珍宝的那个人了 哪知灵霜和陆琴见面后 非但一点陌生感都没有 两人还很熟 你们认识 我疑惑了 灵霜看着我笑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求你去帮我相亲 还不是陆琴拜托我 让我帮他这个忙 所以 相亲这个事根本从头到尾就是假的 我反应过来了 气呼呼地瞪着陆琴 你套路我 陆琴搂着我 亲了我一下 宝贝 我错了 我让你套路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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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